剛剛主持人這個圖表 已經非常清楚了 五個以上的案例 就是在第一時間報導的內容 其實並不精確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要用這樣子 同樣的標準 就進行20萬的開發 公共利益當時所看到 其實在錄這個節目的現場 前後兩集我都在 第一天我聽我也覺得 他講的是大家不要離開 可是當邱衛銀本人 他說我不是這個意思的時候 第二天我們在錄這個 就有強調邱衛銀 他本人意思是這樣了 我也跟大家講 大家去看 過去我在立法院採訪 我相信現場的兩位委員 也都還記得 邱衛銀委員他是不接受 中天新聞記者採訪 好幾次要去賭麥 他說我不接受你採訪 所以你說第一時間 沒有問到他本人 然後就已經做了這個報導 或是做了這個評論 但是問題是並沒有去扭曲 因為我的主觀意識上 我第一次聽我也覺得 他是不要離開 大家不要離開 不回還沒結束 因為人已經陸陸續續在離開 那如果說晚晚沒結束 其實大家回去看 那一集的深喉龍 其實討論就是 依據當時的了解跟影片 影片也不是只有 就是晚會的官方的影片 現場很多民眾都錄了影片 而且網路上也高度在討論 難道網路上的每一篇PO文 都是這個節目 或者是哪一個媒體 所去操控的嗎 的確當時有很多人 有那樣的看法 也有人認為不是那樣 然後最後當事人說 我主張我的內容 不是這個講法 當他主張這個時候 如果還有媒體要硬摘張 你就是那樣了 那這時候才融會有 所謂損害他個人利益的問題 那還是個人 現在是損害到了公共利益 所以開罰20萬 剛剛所講的這一些 明顯 如果你今天講說 韓國瑜的副長就是張安樂 那會不會有人因此而 不把這個票投給韓國瑜 又或者有沒有人 高雄民眾會因此而在 高雄生活的高雄人 對自己的生活 感到一些就是不同的感受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更像是損害公共利益 一個晚會上面的一個主持人 他都講的話 的用字到底是正還是負 是賣離開還是沒離開 跟一個副市長 將會是誰來講的話 牽涉公共的可能更多 但沒有處事 NCC或許講說 那沒有人檢舉 或是說 沒有人來跟我講要處理 如果有人來跟我講 韓國瑜要是不是告了以後 你想有人是很關鍵 有人是誰去告訴NCC 要處理變得很關鍵 對 今天這個case好像是 這個邱映穎跑去NCC檢舉 就是說他本人 所以立委檢舉比較有效 可能 對 你們以後都要成立這種選民服務 那就官官相戶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我剛剛已經講得 非常的明白了就是 這幾個都是在報導的時候 跟後來的狀況 可能不是完全一樣的情形 但是為什麼就只有 這個狀況要開罰 而且還是以損害的公共利益 來開罰 NCC這樣的做法 的確是留下了很大的正義 如果是邱映穎委員 你去跟NCC檢舉的話 這不叫公共利益 這叫個人利益 而且 他是當事人 對 你是當事人 今天如果說 秀琳剛剛有舉出了這麼多的 一個case這麼多的案件 我們會看到講說 你NCC你的執行力 你只有對於這個中天開罰 其他的你有沒有開罰 我們一般的一個新聞自由 就是如果說你有錯誤的報導 希望你做更正 如果你執意不更正或者是你執意不澄清 那個到最後才會有手段來做裁罰 但是今天如果 這套剛剛委員講的 原本大家在聽到那一個聲音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回事 好啦 到第二天我們再確認 不是這樣子 那已經有做一個證明 講說跟第一天所討論的不一樣 你現在講說這個就因為 他試涉個人的一個利益 然後你去檢舉 然後你講說有公共利益 好啦 那其他的 今天你罰了這一條 那其他的 所以說我講說如果說你執行力這麼夠的話 剛剛我們探討的這個虐童的一個事件 你蘇貞昌院長 你不應該這樣子調侃 你不應該再用臉書 甚至於小編 然後來講說你不吃辣 那這樣子賣辣椒的人怎麼辦 對不對 今天我會覺得講說 你今天要就是 他損失賣辣椒的公共利益 對 那你損失了賣辣椒的公共利益 甚至於講說那時候在 這個發佈隔魁之前 總統不是講說 我沒有徵詢哪來的同意 甚至於陳其邁被人家講說 你是不是副院長副隔魁的人選 他說也沒有 那這是不是假消息 那是不是損害我們人民的公共利益 那你有沒有裁法 所以說我會覺得講說你要一體適用 今天該立法的該怎麼樣做的 你今天是多數的一個執政黨 你今天要趕快去做 玉民委員他已經提了多久 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你不要事情發生了才想說 民氣可用做 我要來立法 我要來修法 今天覺得對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去做 好了 那現在民氣可用 你現在在修會期間 你現在講說我要趕快 我要拜託地方 那你今天做給我看 如果照你這個開拔的一個速度 然後你馬上就開拔20萬 然後立法委員去講了你就開拔 那沒有立法委員去講的 那怎麼辦 所以說人家會覺得講說 你關這兩個口 你就是關關相戶 他講的你就要馬上開拔 那其他人講的你還不要開拔 所以說不可以分好夜三 不可以分大小孩 該做你就要去做 那今天我們媒體第四權 大家有一個共同探討的空間 何況人家第一時間大家是在評論 講說他講的是什麼 那如果第二天我們再確定的是 已經有做澄清了 適度的澄清 你不應該就直接開拔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你看到那一個友台所寫的 每次都講說 聽說要叫張安樂做副市長 然後後面打一個問號 那你有沒有去糾正 你有沒有去請他更正 你有沒有去開拔 我相信兩相對比之下 你讓人民老百姓會覺得講說 你現在所謂的蘇貞昌的內閣 你的執行力 只是看人的執行力而已 自首要求公共利益 這一句話 基本上它是一個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也就是說它構成要件裡面 它是不明確的 當然它留一定的空間 給行政裁量 就是說它要就個案來判斷 所以NCC可以決定 什麼是公共利益 對 可是這個行政裁量太廣 它是一個非常極不明確 定義不清楚的 我認為尤其是對於言論 表述 新聞 要限縮的時候 這個不明確法律概念 是非常非常要不得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你說用在其他的罪行上面 也許可以有一定的裁量空間 但是對於言論自由相關的限縮 這是要非常非常謹慎 第二個 因為這件事情 發生在選舉的時候 所以大家會來檢視 不同媒體他們在報導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當然大家談很多 這件事情 不要離開 沒離開 事實上當時聽得不是很清楚 而且事後馬上 有來訪問邱毅營 而且也有訪問趙天麟委員 有做了一個相當的平衡報導 我們看到其他媒體 其他台 他們對於很多的候選人 他的發言去頭去問 斷章取義 事後也沒有評論報導 今天你NCC 你有沒有用一致的標準來開法 如果沒有 你就是針對特定的媒體 進行相關的言論管制 前置新聞自由 而且會造成憨慘效應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當然就像武漢哥講的 這背後是不是有政治目的 我不忘加猜想 但是民眾其實看得很清楚 如果今天NCC你對於這樣的標準 你訂出來 你開法 其他同樣的 如果有人 甚至更嚴重的斷章取義 或是製造假新聞 你會不會也用這樣的標準去開法 如果沒有 民眾當然質疑你 好 事後不願意接受媒體 再去訪問他 讓他去講他的看法或澄清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選舉期間 邱毅營委員曾經批評 韓國瑜市長在講賠稅說這件事情 那當大家對邱毅營委員 他講賠稅說這件事情 也是對他很多質疑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邱毅營委員 是什麼反應嗎 他非常公開的 大拉拉在陳其邁的競選總部 開了一個記者會 還是去頭去尾的 把當時韓國瑜市長所講的 那個政見也好 或者他想要做的方式也好 又講了一遍 那不只是假新聞 那根本是假消息 完全是假的 韓國瑜並沒有說要賠稅 這你把完整的韓國瑜的講法 把它完全播報出來的話 跟邱毅營講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邱毅營委員他在不同的事情 他有不同的做法 就像剛才市委講了 他今天是立法委員的身分 然後他去跟NCC講說 我被人家 被某一個特定的媒體 把我怎麼樣怎麼樣了 問題他自己的行為 有沒有人去檢舉他做的假消息 該不該被罰20萬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 你是一個立委 那你去給獨立機關壓力 獨立機關就按照你的意思 來做這樣的判決 像台灣的話 要這些獨立機關做什麼 完全不獨立也不公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它是一個國家的機關 是一個公立的一個機關 他處理我們這個電視台 媒體的一個問題 他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例如說為某個政黨 或是為某個人服務 來對特定的媒體 做打壓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我想觀眾朋友 自己都在做判斷 那也就是說你這樣的一個機關 一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的這個機關 你在針對一個特定的媒體 在做打壓 在做判斷 然後在做處理 觀眾朋友對你會不信任 觀眾朋友對你不信任的時候 所有的媒體機關 對你會不信任 坦白說以他今天這樣的處理 在國際上也會認為 你這樣已經干涉到 新聞自由的問題 而且本身已經違反了公正性 這是一個非常遏止的一個做法 你想想看他談到 自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我再強調一遍 傳播委員會就是國家 我們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不是民進黨 通訊傳播委員會 你再把我們那幾天 前後兩天 因為我跟韋翰我們都在 你再把那一段時間 我們在討論邱毅寅 到底是用賣照 歪照 還是沒照 對不起 因為我這個不是很冷凍 反正就是他那一天 我們事實上是有一個 存疑的態度就是說 而且我們在電視上 也播了好幾遍 我們也一直在聽 在判斷 他到底是講 感謝你不要照 還是你沒照 還是你沒照 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當天也沒有說 斬定截鐵的就是怎麼說 因此他絕對不是假新聞 第二個 第二天了以後 那麼邱毅寅拒絕我們的訪問 然後他跟別的媒體說 他不是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當天也有在強調說 邱毅寅說什麼什麼 我們也請觀眾朋友們 再聽一遍他到底講的是什麼意思 這個有哪一點違反的新聞 查證原則 那是一個客觀的評論而已 對 我們有哪一點違反客觀 這個新聞的事實的查證原則 所以我覺得當你這個 國家的通訊傳播委員會 你本身對於你的第一段話 對引用的條文 本身都違反的時候 你已經失去人民對你的信任度 第二個 請你述說一下 界定一下 就是下一個定義 你的所謂的公共利益是什麼 界定 下定 你今天你不能夠只是說 違反公共利益 你告訴我們違反哪一個公共利益 界定清楚 說清楚 當然這一定要在司法上跟你抗爭 因為怎麼可以讓你去 隨便的就侵犯了 隨便的就開始破壞 台灣的思想 言論 新聞之自由 沒那麼簡單 我們不會就這樣子讓你一個 屬於為某個特定政黨服務 在打壓 今天你打壓我們這個媒體 明天你會打壓另外一個媒體 台灣的媒體 是任你們這樣糟蹋的 台灣的新聞自由 是任你們 這一段你小心 這段侮辱公署 公然侮辱公署 這個公然有侮辱公署嗎 請問一下 這個公署告訴我們它違反的 可受評論的範圍 它可受評論的範圍 不過現在 這是以前可受評論的範圍 現在的NCC 這個不知道算不算 可受評論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這個NCC本身 你必須要告訴我們所有的人 告訴所有學新聞的人 你的新聞的查證原則 我們違反哪一條 第二個 公共利益原則 你違反哪一條 你把它的定義下清楚 說清楚 講明白 如果你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你會失去我們民眾 對你的信任 失去民眾對你的信任 這個多嚴重的事 你是官署 剛剛大佬說 你是官署 官署好大